哈囉 大家好 我是路講 那這次呢 非常榮幸的收到靖岡線的邀請 我現在已經來到靖岡機場了 登登登登 那講到靖岡呢 大家就會想到的是 富士山跟小丸子 然後一進到靖岡機場這裡呢 他們就有這個超級可愛的 小丸子的作者畫的圖 然後還有這個很可愛的交通路標 竟然是富士山的形狀 一到靖岡機場整個就被蒙到 可是這次來靖岡呢 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有觀光 是我要來帶大家去看一下 靖岡線他們對於防災的措施 那靖岡線也跟台灣一樣 是一個地震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政府平常就有在教導很多 他們關於防災的意思 或是跟他們說在家裡要放很多 防災用的食品 那今天呢 就是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他們防災食品的其中一間工廠 然後他們剛才跟我說 在靖岡線的縣民裡面呢 在家裡有放防災食品就高達有90%的人 真的非常的多 那這次真的是非常榮幸 有機會帶大家去看防災食品工廠 因為平常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一下吧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防災食品的工廠 清空製麵包的工廠 那因為我們現在要進工廠參觀 那工廠他們為了保持清潔呢 現在我們要換上這個建學衣 嗨 大家 那我現在已經換好衣服了 他們說平常就蠻多人來這裡建學的 那建學的人呢 他們都要戴這個帽子 把毛髮全部都塞進去保持乾淨 然後衣服也是 然後鞋子也要換 這鞋子超可愛的 要麵包鞋 那這一位呢 就是工廠長的 SAKAMOTO-SAN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LU-SAN 歡迎光臨 台灣的各位 大家好 大家好 這裡是甚麼製造的嗎 這裡主要是 賞味期限的長い Longlife飯 製造的 防災備蓄用的飯 是賞味期限的5年 但是 食材都吃得很好吃 那 工廠的中間 請看 接下來 版本工廠長 帶我們參觀工廠內部 這個時間 揉麵糰這些工程已經結束了 所以工廠長帶我們看了正在發酵的麵糰 那發酵完畢的麵糰進行烘烤後 會膨脹到原來的三分之二倍 會高出空罐 那再將麵包進行壓縮到可以進行包裝後 再噴上酒精進行消毒 然後再以真空技術 將麵包進行真空包裝 讓商品可以在完全真空的狀況下 存放5年之久喔 那有很多在地店家和公司 都會跟工廠訂購好幾項來存放 最後的麵包是完整合的 差不多要一個在豐盛製的的 很可愛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更有五年 很特別想要吃 真的要再去吃 那今天把麵包丁好 快當店哥也要去吃 請請想吃囉 那現在是阿鳥基斯堡的麵包 我們說是要在一個叫作 狗爹拉後斯的地方吃 狗爹拉就是在發生災難的時候 可以給受害災民避難 或者是被受害災民暫時住的地方 現在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其他間的Toleta House 那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這一間 看這個陽台,大家可以在這裡吃飯 那給大家看進去的樣子 我也是第一次進來 哇!跟想像中的避難所超不一樣的 金剛鞋很厲害,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設施 現在看到的是寝室,還有廁所 廁所還是免治馬桶 二樓的感覺是一個小閣樓 就像塔塔米那樣子,大家可以在上面睡覺 我剛才有問他們說,那平常在沒有災難的時候 這些房姐都可以利用嗎? 他們說都沒有問題,只要預約的話就可以使用 那現在我就要來試吃 剛才我們去參觀工廠的他們的麵包 這是小卓的坂本 請問一下 味道是4種類 麵包、奶油、巧克力 巧克力飯 很厲害 大家看到這個麵包拿出來的話 大小差不多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是一人份的大小 這份量感覺還滿紮實的 很美味 這個嗎? 那你最喜歡的嗎? 麵包 麵包 我喜歡麵包 剛才的巧克力麵包呢 上面是有巧克力的花紋 那這個牛奶口味的麵包 上面是沒有花紋的 那這個牛奶口味的麵包呢 上面是沒有花紋的 然後大家看它這個包裝後面 還有金剛獻房在協會的這個標誌 那我先吃吃看 蕃茄口味 這個蕃茄 它這個飯吃起來很像是骨米的感覺 那我接下來吃看 河光口味 日本的出汁 啊 出汁 出汁 日本的出汁 非常有名 超好吃 這個吃起來感覺是比較溫柔一點的感覺 很適合生病的時候吃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它裡面這個有骨頭 這骨頭因為它很軟可以吃 骨頭是用湯匙這樣一凹就可以凹斷 然後吃起來也是完全沒有負擔 很好吃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吃完兩樣商品了 那現在呢 大家看到了我左手邊的這一位是 金剛獻房在用品普及促進協議會的副會長 這是奥西さん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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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吃的 台灣的有料防災食品 認定了這個 那這個是麵包的證書 那現在Suzukiさん要拿的這一塊是 里斯歐多的證書 静岡県防災用品急促進協議會 和台灣防災産業協議會 産業協議會的規模 所以我們在台灣和静岡一起合作 這個很正式的證書 我也是很高興的 好酷喔 這個上面還有一些友誼長存 其實本來真的不知道耶 有一點好感動喔 感謝状況 我給大家多謝 921的啓発 然後1月19日 我給大家感謝状況 這次採訪完其實感觸真的非常深刻 沒想到其實台灣和靜岡有這麼深厚的關係 也彼此互相幫忙參加活動 真的希望可以透過這支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這些事情 那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的是 鹽田教授的家 鹽田教授在靜岡非常知名 一定在防災這一塊領域貢獻40年以上囉 聽說鹽田教授的家裡有很多 針對防災進行的準備 真的很少有機會可以這樣採訪日本人的家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這裡是岩田先生 第一次請到 第一次請到 互相支援的方法 之前去买家具的时候 有看到有一些家具店 店内的橙色也会摆上这个 就是担心有地震来的时候会倒下来 30年前的食材 直接在壁上全部固定 全部放在瓶子上的写真 食器也不断掉 问题是扉开 中的食器也不断掉 所以这些是自己的手机 剪装的手机 这些是担心的 而且不只是这个手机 是下面的 只要大家看到的这个柜子 全部都有 備蓄是在玄関近的地方 一箇所放在外面 外面也对 一箇所放在一箇所放在 管理的方法 放入酥油 15分钟 可以吃美味的 也有萝卜 还有盘製的饭 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有两个人 可以吃两个人 教授他们家里有养一只很可爱的猫咪 吉尤根 他是黑猫超可爱 他打我的手 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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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给吉尤根吃零食 他就马上跑过去 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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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说现在煮咖啡给我们喝 教授他们家的茶具也好漂亮哦 谢谢 谢谢 然后他们问我咖啡要不要加砂糖拿出来这个汤匙 也太可爱了吧 先生本日谢谢 谢谢 日本是哪里的地震会起来的 首先是自己的家 安全起来的 重要 教授说他为了让我脸看起来更亮 在那边帮我打灯 呵呵 好那谢谢大家看今天这支影片 这支影片呢 带大家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面包工厂 吃了面包 然后又吃了里兽斗 然后呢又来到就是盐田教授他们家 其实这一连串真的都是非常难得又很宝贵的经验 那希望看这个影片 大家有因为这个影片 能够更了解他们金刚弦的所有这些绑寨的东西 我自己在看到金刚弦跟很多台湾有连结的奖状也好啊 就是认定书也好 就真的有吓到 因为平常真的不知道欸 就看到才知道说 平台金刚弦跟台湾的关系有这么密切 所以这次能够来 真的其实很开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真的还蛮感动的 就希望这个心情也可以传达给大家 那我大家想要参观工厂之类 跟他们取得联系的话呢 都可以看我的资讯栏 那里有联络方式 大家可以联系一下 那下一支影片他们要带我去金刚弦的县厅 看一下县厅他们内部 对于房载这一块是怎么处理 跟怎么对应的 真的也是很难得的机会 因为一般来说是不能这样进去拍的 所以就金刚弦政府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边喝着颜田教授他们家的咖啡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再见 拜拜 台北的市医院购买的 真的吗? 真的吗? 什么吃都好吃 很嬉害 很嬉害 真正是日本人喜欢日本人 日本人喜欢日本人 人在外头 人在外面 她们很可 Tucker 居面 colored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